我们接着往下说吧 小偷偷东西啊 一般都是偷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 可是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小偷 似乎是个好吃鬼 因为他偷的全都是些零食 什么呀 他偷的这些零食呢 又不是自个儿吃的 而是给他孩子偷的 给他儿子偷的 而且他还专捡这个 儿子喜欢的零食偷 监控视频里穿白色上衣的中年男子 就是那名专偷零食的小偷 只见他先是走到超市的最里边 拿了一袋面条 随后又大摇大摆的 走到了另一个货架之前 从货架上拿了一样商品 飞进怀里 之后便若无其事的到柜台 付了一袋面条的钱 就这张一压出来 我们都看见 这多少钱一罐 23块钱 原来他偷的是一罐午餐肉 超市员工说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儿偷东西了 而且偷的都是零食 偷这个东西 这多少钱一盒 这个还便宜3块5 还有大的7块5的 他也偷 他孩子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 他都挑他孩子喜欢吃的东西偷 随后民警将这名小偷 带到派出所 由于他偷到的东西 价值只有23块 民警对其进行了说服教育 并让其写了一封保证书 保证以后再不进行偷到行为 哎 让我说什么好呢 虽然说这偷的东西 不值几个钱 但是偷窃的行为 毕竟是不对 而且他不光彩啊 没错啊 而且如果孩子知道他每天吃的零食是偷来的 他会做何感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